法雷教弄否定 我们看看这个简介 法雷教在晚年1918到1919 他发表了一系列的三篇论文 三篇论文有一个总名 就叫《逻辑研究》 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开山之作 《逻辑研究》是同名 这三篇论文上次序就是用英文 the thought 即是思想 the negation 否定 还有fabric of thoughts 德文即是Duncan Giffure 思想结构 这三篇论文就顺序 总合言之就是 总名叫《逻辑研究》 我们在第一篇论文 就是这个思想 我们就在两周前 两周前就讲述了 那这篇论文 你的思想的意思 就是指思想内容 就不是指思想活动 思想内容 那我们就讲述了思想 这篇论文章的主要的论述 那思想呢 根据Frager 根据Frager 那两周前有听 演讲的朋友 有没有可不可以讲过 根据Frager the thought the thought the thought 是什么 很简单的例子 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给了一个词述句 Frager 是否定者 篇论文的作者 那这个就是一个断言句 它的意思 那意思就是the thought 对不对 或者把它转成一个提文句 Frager 是否定者 篇论文的作者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对应的那个提文句 那那个意思就是the thought 那关于thought 我们就上次就已经讲解了的了 那就 在这里 在我们论思想一 就讨论了我们上次的思想 这些文章里面讨论了包括真理 思想与真理 思想与真理 思想与据 思想的相同性 思想与表象 是不同的 等等 那我们今晚进入到这个否定的论文了 那我们也去看看我们的简介先 好吗 在否定这些论文里面 Frager就看到了 首先就未出现negation 否定这个词先的 首先出现这个词就是假 false 有没有假思想 有没有false thought 对不对 那如果有的话 那假思想是不是思想呢 对不对 假人 假人是不是人 不是人 假枪 假枪是不是枪 不是枪 对不对 那有没有假思想呢 那如果有的话 那假思想 就是思想 还是不是思想呢 对不对 那慢慢就在论述里面 引入了否定这个词 那否定是什么东西呢 在逻辑上否定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那有没有有些思想 肯定性的思想 有没有有些思想 是否定性的思想 那思想呢 是不是判断是制造的 还是不是呢 对不对 那判断和否定呢 又是不是相反的东西 是opposist的东西 对不对 那有多少种判断呢 有一种还是两种判断呢 那我们说否定 如果将它理解为一个动词 to negate 那就是to negate 是一个及物动词的 to negate something 那to negate something 那个something是什么呢 是否定是否定了什么呢 是不是否定思想呢 是不是否定思想呢 是不是否定思想 但是它自己的否定 是不是思想来的呢 是不是 那就是否定和这个矛盾 我们在这里 为免致待生枝 我这个contradiction 都是重续的做矛盾 那否定和矛盾有什么关系呢 否定是否它自己是圆满的 或者用之前我讲解过的 刚才提及过的 之前那些佛例格论文的说法 它是不是饱和的 或者是吃饱的 saturated 或者它是不是饱和的 那你去否定的否定 那这些都是涉及到今晚的内容 那简单来说呢 有没有假思想呢 有 那有嘛 那假思想是否思想呢 是 那否定是什么呢 那这个是个好统统的一个问题 整篇就不能讲的了 那有没有肯定性的思想 和否定性的思想呢 是否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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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呢 那你不是相反而已 那有多少种判断呢 只是一种而已 不是两种 那否定是否定是否定思想的 那否定是否定思想 那否定是否思想呢 否定是否思想呢 否定又是思想 那否定和我看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现在先讲解了吧 否定是否原满呢 是否原满呢 是否饱和呢 是否饱和呢 這個論我們剛才這番話 可以講話 今晚已經講到的 集中在這個Flagel 但我們開了Flagel 放下哲學史 我在幾年前讀書會裏面 讀過是Plato這本作品 Plato the Sophist 英文可能沒有加那個the在前面 英文的語言習慣 可能是Flagel 這篇作品 這裡有兩位老朋友、舊朋友 跟我讀過的讀書會 這篇作品去探討什麼課題 Non-being 是呀 沒錯 還記得 non-being 沒錯 差不多 non-being 就是Clainman的講法正確 我們可以將Clainman的講法給予補充 首先出發點就是有沒有False Logos Is that false Logos 是不是 我現在用了什麼英文見本 就有沒有假的Logos Logos這個就是希臘字 其義古文很簡約的 這個情況古中文也是 古希臘文古中文古代語言都很簡約的 Logos這個字可以用一個general的 理解為解釋性、說明性的語言 對不對 但是這個脈絡可以理解為 個別性的東西 Statement 就是Proposition 有沒有False Statement 有沒有False Proposition 也很明顯有 但是他問什麼 What is it? What is a false Logos? 假的Statement 假的Proposition 假的屯說句 它是什麼呢 其實這些問題就是古希臘思想的背景 古希臘思想的背景就是 True Logos 說什麼 A true Logos A true Logos Speak of什麼 Speak of什麼 True Logos Speak of什麼 Being 沒錯 True Logos 就是Being 對不對 如果有個False Logos 的話 那就是 A false Logos 就怎樣 Speak of什麼 Non-Being 是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會 State of Non-Being 對不對 如果根據這個格式的話 這個古希臘思想的背景 但是很奇怪 Non-Being 不是東西 不是東西的話 怎麼可以講究它呢 根本沒有東西 那你說什麼 是不是 那究竟是 所以 接著就引申了 究竟有沒有有Non-Being What is Non-Being 對不對 Is there a Non-Being 其實這個問題 本身都好像已經有矛盾了 對不對 你講的意思 那就是它是Being 是不是 Non-Being又怎樣的意思 是不是 但是如果真的有 但是你 你的True Logos 是Speak of Being 那麼False Logos 都會Speak of something 那那些是什麼 對不對 如果根據剛才的格局 就是Non-Being 那What is Non-Being 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要選擇 Non-Being 那這個其實在哲學史上 就對應著今晚的課題 這個前夫後應 我們在哲學史上 在西方哲學史上 最開始 這個未必最開始 可以再講 再早些開始 Permanentus 這個顯著開始 就是Plato Sophis 那就是探討 就是什麼叫False Logos 有沒有False Logos 有的話它是什麽 這個是哲學史上的背景 那我們今晚暫時 我們先把我們的工作 我目標定得 就謙遜一些 我就講解佛雷格的這篇文 否定 OK 那主要的問題 剛才就交代過 還有有關主要問題的 我最喜歡的答案剛才都交代過 那現在就十五點 十九點五十五分 那我就開始了 那我就提過了 如果是之前參加過 我這些系列演講的 False Logos 始終在哲學上 就不是最一線的哲學家 就不是所謂的超一流 就是絕頂級哲學家 香港中文大學的哲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的哲學館 哲學藏書都非常豐富的 在香港首位是指的 不過都是 佛雷格的德文原著 只是有這個begriffschrift 就是有這個begriffschrift 其他作品都找不到德文原著 我人在香港都沒辦法了 我都是使用英結本 佛雷格的論文 基本上除了文標題之外 沒有分章節 更加不會有章節的標題 為了閱讀和學習的方便 我自己加了章節和標題 方括好這些都是我加進去的 第一節就是先探討 有沒有false thought 記住了 thought是什麼 thought就是 the sense of an ascetic sentence 或者the sense of the corresponding interrogative sentence 剛才舉了例子 法雷格是否定這篇論文的作者 或者法雷格是否否定這篇論文的作者 或者我剛才用法就是 是什麼什麼媽 再問得中性一點就是否 這句陳述句 這句斷言句 和這句對應的題文句 那個意思的意義 就是the thought 有沒有false thought 哲學的說法 has 還是has not has 還是has being 不過我剛剛講過 我就沒有辦法接觸到原文德文 當然英文 你寫什麼 xhas being 當然日常英文就不會這樣寫 對不對 英文裡的地方 xhas being 當然這句句子合法 合文化 不過日常語言這樣說法 大家就掉下燈了 哲學文本可以容許這樣寫 但我們沒有看過德文原文 我不知道 叫frager 英語言 是has being 究竟frager的原文是什麼 究竟frager的原文是什麼 我都懷疑是不是真的這樣寫 有可能frager的原文是這樣的寫法 science x is science 我覺得這個 就是我對德文語感 和對德文哲學文本的感覺 我甚至猜想這個可能性比較大 這個science 就是to be 現在分詞 就是being 但是這裡不是做文字 是做為現在分詞 對不起 也不是動詞 動詞 是is 這裡就是現在分詞作為形容詞 x is science 不過這些技術問題 我想我都是由始大家 始終都是業餘好者 我想提到建議會比較好 我太多唇舌 在那些資質上 反而大家失去了主線 我想我講得簡單一點 其實說的簡單就是 there is false thought 反而涉及the thought of being 那這裡的論述 也要費一段功夫 那我就不根據他的論述 我就講解我 將他的論述整理出來 很整齊的論證 就是這些灰色的字 不過那個道論那句 開場話那句都可以提提 如果一個thought has been by being true 如果一個思想它之所以存有 在於它是真 對不對 那麼 the expression the expression false thought 它就是self contradictory 就仿如thought which has no being 對不對 現在這個困難所在 如果一個思想的being 是在於它的being true 那麼 false thought 就不會有了 so false thought has no being 對不對 究竟情況是怎樣 但是我們就 我們at least能夠 ask whether something can we 不如我們直接去灰色的整理 灰色的整理 灰色的整理就簡潔一點 就整齊一點 在邏輯上 整理到一個很整齊的論證 我先看一下 如果一個thought has its being in its being true 如果思想 它有它的存有 在於它是事真 有它的事 我甚至都會說它有的事 或者用英文說 如果一個thought has being it has its being in its being true 那 那一個false thought 就是has no being 對不對 這些講法 就很自投性 很奇怪 再用日常語言說 there is no false thought 對不對 那但是 a false thought has being 或者 there is false thought 所以我們就討論到了 a thought does not have its being and it has been true 這個思想 就有它的being 並不在於它 being true 如果你說這個論證 一個關鍵的前提 就是我現在開啟一下 這個 一個false thought has being 究竟我們有什麼論證 是論證 這個false thought 是 being Frager的論述 我做到三個論證 第一個論證 我現在開啟一下這個論證 如果一個false thought has no being 的話 那一個sentence question has no sense sentence question 在Frager的用法 譬如那些question is is sp 我先用全方英文 這個question is sp 可以嗎 或者 就是 sp 可以嗎 這些就是sentence question 對不對 答案就是 sp 或者 sp s s p s p 整個的question 是 who blahblah 跟著呢 就是 where blahblah 然後 when blahblah 然後 what blahblah 等等 還有很多問題 這些就不是sentence question 這一款 我現在開啟這款 才叫做sentence question 跟我們以篇論文 negation 下文為了簡單起見 講的所有question 都是我現在開啟這款 Frager 正之為sentence question 或者proposition question 好 如果一個forse thought has no being 這個sentence question has no sense 但是一個sentence question has sense 因此 a force was a being 我們要重點講解 這個第一個前提 如果一個forse thought has no being 的話 那一個sentence question has no sense 那一個sentence question 比如 is sp 是不是 法律格是否否定 者編論文的作者 答案可能是是 有兩個答案 就是 佛雷格是否定者編論文的作者 佛雷格不是否定者編論文的作者 是不是 如果一個forse thought 的話 比如在這個情況裡 我們知道哪個是真思想 佛雷格是否定者編論文的作者 這個是真思想 那是哪個假思想 佛雷格不是否定者編論文的作者 這個是假思想 是不是 那我們這個sentence question的意思 就是在於 我現在就有個forse 我就不知道這個forse 真是假 我就問是真是假 OK吧 如果這個forse thought has no being 那這個sentence question 裡面的其中一個可能的答案 是no being 是non being 對不對 那就不會再有一個sentence question 所以這個第一個前提是真 而這個sentence question 就是sense in general 因此 forse thought 是 being 第二個論證 if a false thought has no being then a conditional sentence with an antecedent or a consequence with which expresses a false thought is senseless conditional sentence if b then q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考慮這個條件句 就是 它是表達一個假的思想 對不對 如果forse thought has no being 的話 這個條件句 它是 oh sorry 它不是表達一個假的思想 我講得急 在一個條件句 它有一個 if p then q 就是條件句 那個p 我們就稱之為antecedence 對不對 q 就稱之為consequence 對不對 if p then q 我們現在考慮這個 if p then q 的句子 就是p是假句 或者q是假句 好嗎 在這樣的情況之後 如果一個forse thought has no b 如果一個forse thought 那現在我們選定 譬如 if p then q 這個句子的p 這個句子的thought 就是forse thought 對不對 那就has no being 這個p的句子 那個sense 其實就是沒有sense 沒有sense 沒有sense 這個句子p 對不對 這個句子就沒有thought 對不對 這樣的話 這個整個if p then q 都會senseless 對不對 if p then q 的句子 如果p是senseless的話 整句句子都senseless 同樣道理 if p then q 你的q是senseless 整句句子都senseless 對不對 這個conditional statement with an antecedence or a consequence which expresses a false thought is not senseless 但很明顯 無數的例子 對不對 就是無數的 是mixed and conditional sentence 但是p或者q 是假句 對不對 這裡 我想也不需要它的例子 對不對 所以 我們推論到 forse thought 是b 再一個情況 第三個論證 if a false thought has no being then contract position is not legitimate 我們就知道 if b then q 以及if not b then not q 就是logically equivalent 對不對 換言之 如果吸引一個句子 if b then q 我們在真值沒有改變之下 就可以把它轉換成 if not q then not p 反之亦然 對不對 但是如果一個 false thought has no being的話 比如我們假定 我們假定 比如p是真句 如果p是真句 那就是not p就是假句 我們考慮這個 這個我highlight的句子 如果not p是假句 如果這個 那就是一個 false thought has no being 是吧 not p就是 sense less 那整句 我現在highlight的句子 都 sense less 是吧 但是這個前面 就是if b then q or p是真 對不對 這樣就很奇怪 它本身可以有意思 它指 contraposition之後 會變成一個沒有意思的句子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 if a false thought has no being then contract position is not legitimate 但是contraposition 很明顯是legitimate not therefor a false thought has being 這個可以 1.1節 可以嗎 1.1節 我呢 第一節的總標題 就是false thought has being 1.1節 a false thought has being 這個thought can be true or false 可以嗎 總之 being of a thought 就是不在於being true being false 都可以一個thought 好的 有false thought 我們就快快去看看這個1.2 1.2 我們一醒目起見 都將主要的那個theesis 寫出來 a thought can be grasped 就是can work Frager沒有說 是這樣去define a thought a thought can be grasped by multiple sorry 因為thought有這個情況 can b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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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Frager沒有宣稱 用這個blah blah blah去界定這個thought 一個thought 一個thought 就是能夠grasp by grasp by multiple thinkers as one and the same 對不對 一個思想 就能夠給不同的思想 這個時候的thinker 就放寬一點 不是我一般的意思是思想家 這樣對不對 這個時候thinker 就比如說句子 你詞及這個句子的意思 對不對 佛雷格士 否定自己編論文的作者 我說句子 你們聽到你的句子 除非你們完全不理解你的句子 搞定你理解你的句子 我們每個人都是thinker 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思想 就是能夠被眾多thinker 將它去把握 並且把握到成為one and the same 相信這些語詞 這個意思都很明白 相信我們大家都是這樣 用同一個意思去理解這句話 佛雷格士 否定這篇論文的作者 對不對 好了 這個thinker 就是能夠被多個思想者 將它掌握到成為one and the same 而一個false thought 就是has being in this sense 如果我們說being of the thought 即是在於我現在highlight之句 對不對 這樣的話 這個forse thought 就是has being 但其實佛雷格就沒有斷定 這個forse thought 就是being 就是在我highlight之句 對不對 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section 與其說是論證 a false thought of being 倒比說論證 a false thought can be grasped by multiple thinkers as one and the same 那麽霍雷格的言論像 我們已經跳過了 我用灰色字 這樣就簡潔一點 如果一個being if the being of the thought consists in the possibility of multiple thinkers grasped being it as one and the same 如果就 不要說是這樣 如果thought的being 是在於 在於這個可能性 什麼可能性 就是眾多的思想者 將之把握到成為one and the same 知道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then then 一個thought 就是has no being 假設有的話 那是什麼意思呢 在於什麼呢 在於必然地 每個thinker 都會associate with the sentence a sense of his own 聽到一個sentence 我和你們大家聽到的句子 我和你們大家聽到的句子 佛雷格是否定止編來文的作者 大家聽到的 每個人聽到的句子之後 每個人都會associate 一個sense 是自己的sense 去associate 這個sense 就是下這個字 對不對 so that 這個of 好像是打多了 oh 是 necessity of so that the necessity of no common sense grasped by multiple fingers 對不對 好 第一個 false water has the possibility of multiple fingers grasping asping as one is the same 是不是 這個false water 例如我們說的false water 就是佛雷格不是否定者 編來文的作者 這就是false water 這句子表達的false water 好明顯這個false water 我們大家都掌握到 as one is the same 對不對 因此 一個false water has been in this sense 這個false water 就是has been in this sense 其實一個false water 它就能夠 有個possibility multiple fingers 能夠掌握它的情況 是一樣的 這個論證 就是我們這個論證 這個false water 就有這個possibility 對不對 如果這個false water 就是沒有這個possibility 對不對 如果沒有 那 it is not possible to put a question to which the answer is negative 那我們就不能夠去提出問題 問題的答案是假的 對不對 那為什麼呢 提出一個問題 比如我們提出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的答案是假的 好嗎 比如我們提出一個問題 香港現在是否英國殖民地 對吧 那答案就是不是 negative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答案就是negative 香港現在是否英國殖民地 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false water 就是不能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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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的thinker 就是做一套成的 one and the same 那這個問題 都不會成立的 對不對 我提出一個問題 然後你去答 我提出一個問題 我去答 提出一個問題 另一個人去答 但是每個人都 associate 一個不同的sense 所以這個sentence 那裡 香港現在是 英國殖民地 香港現在不是 香港現在不是 英國殖民地 這個句子 就是如果一個false water 不可能 就要發生這個情況 就是multiple thinker 就要去成分 那個sense 那這個問題 就是香港現在是否 英國殖民地 就不成立的 那就因為 它的答案就是香港現在不是 香港現在是 這個小心點 false water 就是香港現在是 英國殖民地 這個是false water 可以嗎 香港現在是 我剛才說了 急著說了 香港現在是 英國殖民地 這個是false water 可以嗎 這個false water 就不可能 被眾多的思想者 把它扮成為一的 一個同樣的 成為一個相同的東西 那就 我就會 associate一個 我的sense 去 with 這個fot 香港 現在是 英國殖民地 那另一個人 你 他 你 你 以至到其他人 那 他們 每一個都會 associate一個 他自己的sense with 這個句子 with 這個思想 香港現在是 英國殖民地 那 所以看到這句話 如果這個false water has no possibility of is being grasped multiple fingers is one and the same 那 你要提問這個question 這個question的答案 就不可能了 對不對 但很明顯 我們可以提問這個問題 答案是 negative 因此 這個false water has possibility of is being grasped 我沒有分別的 那些 他沒有分別的 是 這 是 有 有 有 是 這 有